当地时间2月29号中午 北京时间2月29号17点左右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议会两院 发表年度国情咨文 普京表示 俄特别军事行动 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 俄罗斯正在为其主权和安全进行斗争 俄罗斯没有挑起冲突 但会尽其所能结束冲突 并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 普京还表示 西方企图让俄罗斯陷入纷争和内乱 但并未得逞 俄罗斯不容许任何人干涉其内政 任何武装干涉俄罗斯者 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 在我们的内部的事 所谓的西方 和其他人的独特别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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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需要一個獨立的 刺激的 滅滅的空間 在這裡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他們想要跟美國做同樣的 做同樣的 在很多其他地方 尤其是在烏克 把我們的家庭放進去 把我們放進去 但他們已經算了 這已經是完全明顯的事 普京表示 美国在试图打败俄罗斯的同时 提出就战略稳定问题 进行对话是虚伪的行为 俄方拒绝在不考虑 俄国家安全问题的情况下 就战略稳定问题与美国谈判 美国的行为造成欧洲安全体系被破坏 必须在可预见的未来 在欧亚地区打造平等的 安全不可分割的新安全框架 俄方将就这一话题 与所有有意愿的国家和组织 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